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79年2月17日凌晨 火军奋起还击 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二十多个重要城市 3月16日胜利后全部撤出 然而此后 中 越在老山 扯阴山 法卡山等边境地区相继爆发冲突 持续达十年之久 火国军人为保卫疆土 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左湖北1985年12月5日 兰州军区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 参加两三轮战前 士兵梁月朝与未婚七卢翘尾 在西安车站韩内西比 此处一别 或许来生才能再见 许多战士临行前 手旷一把祖国的国土 以即对家国的思念又吐 一轮又一轮的战役十分惨烈 有时候一个阵地 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上万枚炮弹如骤雨般倾泻而下 伤亡惨重 独卫我军战士刚拐过一个山凹 突然从树从中射 来一缩罪恶的子弹 穿透着战士阎龙胸膛 他倒下后又慢慢抬起头 向着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 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我军侦察兵周秋伯 被越军俘虏后造枪杀 因此未攻 很多战士每天出征前 身上挂满子弹架和手榴弹 可见双方近战之残酷 1986年10月14日 担任南州军驱陆军第47集团军 第一突击队副队长的罗布基如图 率众攻打越军把守的968高地时 再也没有回来 战士马战俘牺牲后 手指上还紧扣着手榴弹导火锁 战士维利是牺牲前头不以负伤 只流进最后一滴血 仍身体前倾 保持着战斗中的射击姿态 枪击狭染满血迹 他身边重叠这四具越军尸体 维利是使用过的56式冲锋枪 后被陈列于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战争 意味着青春和生命在瞬间终结 交往 但在前线是每天的日常 右图为头部负伤的战士口渴难耐 直接喝起地上的脏水 尽管如此 他仍坚守前线 继续战斗着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位战士仍紧握扑齐 拼尽全力支撑人摇摇欲坠的身体屹立不倒 这就是中国军人 这就是中国军魂 每看到这张图 忍不住流水横泪 左图为夺取高地后 战士们发出胜利的欢呼 攻上山顶的路 是英雄们用尸体铺久的 右图为战斗结束后 活着的战士被牺牲的战友回家 十年中越边境战争 彰显了我国军威 最终维护了西南边疆稳定 至上世纪90年初 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 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 而越南经历十年消耗 国力衰微 一蹶不振 纵观战争 带给人们的是死亡和永绝 那些十八十九岁入伍的士兵 都将宝贵的青春消耗在枪林弹雨中 战争的间隙 时不时拿出亲人的照片看一眼 也许是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他们最开心的事情了吧 部分图片引字网络 向原作者致敬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